3怎麼辦?很簡單 法2按住不要放 再拖拉一支按Ctrl鍵 放開 按右鍵改什麼?改它的字3 再按右鍵再改它的ID叫什麼? B03 這樣就好了 OK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怎麼樣? 它的位置如果你要置裝怎麼辦?很簡單 這一個針對它這個這個板型按右鍵 怎麼樣呢?這邊有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叫做Gravity 它的置裝方式 其中的話如果你要整個垂直跟水平都置裝的話就Center 其他還有你會發現這邊對齊哪裡?這個可以自己再選 我用Center 你會發現它就剛好在正中央 OK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我現在做一個 可是我其他的 這個先刪掉一下好了 你會想說老師那我做一個 那其他還有幾個呢?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用什麼方式最快呢? 其實我剛剛有大概做過很多次來嘛 點它按什麼?按Ctrl 兩個 三個 其實這兩個一起 這樣就四個 那我們需要幾個? 需要 這一層就出來了 那最後清楚的話看你要不要啦 不然的話清楚你就也可以先再拖拉一個 然後把把裡面按鈕兩個砍掉 然後再變寬也可以 OK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 記得按Ctrl鍵 放開 這樣多一個了 OK 那其他的話你就怎樣? 再分別把這個上面的名字按右鍵 先改它的字 再改它的ID 那分別改完之後的話呢? 然後就會 就是一排嘛 反正就是 就是這個B0102 你就注意一下就是那個位置 最後做出來的話 底下最後這兩個可以砍掉 這個砍掉 上面把它改成清楚 並且寬度的話 把它改成那個150 好這邊把它改150 好按確定 OK 改完上面自自己再改一下 然後這個完成的畫面 這個是完成的 OK 那最後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 好各位可以看到 那分別就是 我這邊是這樣 我名稱 1的話是B01 好 然後再來就是到10的話就是這個井字號 這個是井字號 OK 然後11的話是這個 我跟你講這米字號井字號 然後0的話就是B00 就剛剛一樣的 最後會多一個Bclear 清除 就這一個 這界面設計就做出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會發現佈局簡單多了 如果你不用這個佈局的話 在一般坊間的書籍 或者是說那個網路上的影片 多半就是要叫你在這邊做動作 坐這邊 當然這邊也是OK的 我是覺得這部分的話 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 你要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恐怕難度會很高 但是兩邊其實可以互切 有時候我也很習慣用這邊 比如說你只要改一些參數的話 其實也可以從這邊切到這邊過來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多按鈕的介面 再把它做修改 OK 不過再講講這個 這部分以前 記得就是你要改之前 你可以把這個專案複製一下 再貼回去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你原來的 你肯定可以加個二好了 再來改 我建議是這樣子 換給各位 因為如果你把原來的專案改掉之後 你剛剛的第一次的專案就不見了 所以建議如果說你要做專案管理的話 你可以 把原來的專案複製再貼回去 然後再去做修改 你原來的還會存在 好